为了阻挡防疫破口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10号宣布 观光景点夜市等都要实施人流管制措施 规划单一的出入口 所有业者和民众都要戴上口罩 而外在高雄的瑞丰夜市虽然有拉起了管制线 在进入之前也要量体温喷酒精消毒 但还是有民众不守规矩 直接跨越管制线进入夜市 民众想进入瑞丰夜市前 得先排排站好通过重重关卡 看一下酒精都很重要 两额温盆酒精每个环节都没放过 从下午开始工作人员就站在入口处 一一把关 就是尽量配合吧 因为最近疫情都严重 很担心但是还是会来这边逛 为了配合中央政策瑞丰夜市设立单一入口 四周还拉起管制线但还是有人 轻轻一跨围起来的管制线形同虚设 不愿配合的情况让人看了只摇头 那个封锁线拉起来 或是跨过去 这个我们是不能百分之一百的防范 可是我觉得我们是尽量在处理在做 除了这离谱情形外 还有 白在门口的告示牌竟传出 遭人私下恶意破坏 警方已经有来存证了 要等他们的调查 频频出现这类不遵守规定的民众管委会 只好派人定时管播 不断提醒 主要是客人你自己要不要去保持 要不然我们的空间就绝对是足够的 为了安全起见不少人都还是口罩包紧紧 但有客来自全台各地 就怕一个不小心防疫出现漏洞 管委会也再次强调 在疫情严峻时刻 希望大家能乖乖配合让疫情早日退散 记得莱一勋高雄报道